歡迎收聽藍人543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王志群 我是許浩誠 我是感冒當中的張雅雯 我怎麼被你周恩假去了 為什麼你剛才下來的時候你沒假 我要戴口罩嗎 不用不用不用 因為其實我自從接了這個 代理總教練之後 我的聲音從第一場到現在都一直保持這樣 這麼有磁性的聲音 沙啞是不是喊到沙啞 真的 我以為說你接著這項這個任務的時候 你全身都是病毒 沒有沒有沒有 通常在這種就是準備比賽的時候 因為你全身會繃得很緊 對 所以你基本上你就算你身體有病毒 你的腎上腺素也會把它給殺死 那通常會在感冒的時候 就是在那種比賽賽季結束 壓力釋放幾乎 那個就會容易感冒 我們這有錄影嗎 對 真的 對 那你再幫我後製那個 哈哈哈哈 學生繃得很緊嘛 摸摸看摸看 真的我跟你講 真的真的 去年剛好那個中華白 跟群哥合作 就是說中華白那時候在 一連接著打八天比賽 你都不會感覺到累 一天練起來 對一天都只大概只睡三四個小時 你在想說要怎麼打怎麼打 然後什麼對的 真的不騙你 一打完之後隔天就覺得 喔身體不舒服 腎上腺素爆發 然後後來就沒收掉 對真的真的 沒有確實是這樣子 真的 在賽季當中那個張力很強 然後整個人很緊繃的時候 真的是抵抗力非常好 嗯 對 那你們這樣講說 我平常工作不緊繃 所以才會感冒 對對對 這很明顯啦 這樣我會被開除啊 不要被thank you 不會啦 你現在算是 偉來 沒有沒有沒有 偉來 我也是打雜小弟 本土住啦 對不對 我們這一集到底要講什麼 哈哈 那我們今天要討論的 大概是上週的兩場比賽 對 第一場就是台新對上 呃 高雄海生 嗯 然後第二場是中信 對上高雄海生 對 那第一場 我們從第一場開始討論 到1月12號的 戰神對上高雄海生 這個比賽的內容 首節戰神的進去吳大人 Kusas跟艾倫攜手拿下 17分8籃板 整個隊在第一節 那個籃板數喔 是有落差的 18比4 對 戰神的領空 根本沒有優勢 對 因為就是其實就是我們的 大 大人 恩多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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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就叫恩多大人 對我是很常 家裡沒大人 對 因為我們知道他受傷 然後 比賽的狀況就是一定會 沒有那個自攻權 然後沒有人去跟Kusas去做抗 所以其實我們蠻希望 JJ跟Pippen 在這一場當中是 可以兩個人去 多增強這個籃板球 對 可是第一節就失去了領空 對 Pippen這個點上面 他並沒有辦法完全瞭解到 我們需要他賦予他的一個責任 恩 所以他在進攻上面 防守上面就變成 都很尷尬 恩 雖然是我們這場球啦 就是說輸了40個籃板球 但是 其實我們的失誤 等一下 你怎麼講得那麼輕鬆啊 哈哈 就輸了40個籃板球 但是其實你想 40個籃板球當中 我們大概有被 只被抓了15個進攻籃板球 那我們要拍手囉 對 沒有 但是反觀就是說 我們被對方抓了50幾個籃板球 所以是我們的命中率太差 才導致他們有那麼多的一個防守籃板球 不會想要打這套是一個快速的一個 球風 然後一個球隊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 外圍投射 數量會比較多的一個球隊 假如能夠把這個外圍的命中率再提高的話 我相信可能我們的 獲勝機會比較高 對 確實籃板球的數量 他當然不單單是來自於就是 所謂我們在講 防守的陣型的改變 對 也要取決於對方的命中率高不高 那你在整場的比賽當中 有沒有改變一些防守的策略啊 然後讓海神他們在命中率 有下降的一個情況 對 因為其實在我們Brioran教練 他的體系當中 他原本就是還是NBA教練體系嘛 他比較少會有一些區域的變化 所以 當然我們在這一場當中 我們 耳丁人區域一直在做不同的一個變化 包括有去包加中鋒 後來他們今天因為阿亞受傷 那其實替補上來的邱子瑄 在這一場的命中 其實也投得非常好 所以就變成讓我們 要包也不是不包也不是 大哥這個 我剛看了一下數據 就是發現一個很驚人的事實 就是這場比賽 你們已經少了兩個老外龍 對 你們可以用的是兩個 對 然後呢 強森他上場43分鐘 對 沒問題嘛 因為要靠他嘛 保護禁區鞏固籃板 那皮蓬呢 皮蓬他只有抓一個籃板 對 他上場時間只有13分鐘 等於說整場比賽 你們大概就是用1.5個洋將 再跟對面打 1.3個吧 好 因為你48分鐘 他只打了11分鐘 就只用了1.4分之1 所以 就是說 皮蓬現在比較大的問題是說 他在我們的攻守體系當中 他平常練球其實真的也很認真 可是要到比賽現場去的時候 你就發覺他的 Focus沒有在球場上 有點感覺在放空 神有嗎 對 所以就是說 如果假如說我持續把他擺在球場上 當然或許 他在保護籃板那一塊是可以 可是他對於我們整個的一個進攻節奏來講 跟我們原本的系統可能會有所出入 那不如讓本土的4號 揮歌去扛到4號位置去 因為畢竟對面也是龍貓 至少可以讓我們在這個 雖然是蘇熊 可是我們整體的一個進攻的節奏跟體系 不會因此亂掉 那這樣皮蓬還有什麼價值 他會被Thank you 嗎 好問題啊 這個確實是在我們 在我們的考慮的選項之一 那就是接下來我們 還是因為尋找一個更好的一個 外援 然後如果假如說真的有不錯的外援的話 那可能就是這個就是一個 從一個選擇體 變成是非體 然後再來變成可能就真的是 正確答案的 就機票就可能 那你時間要抓緊一點喔 對對對 因為現在賽程好像已經過了快一半 你們有現在在想哪些 養將了嗎 已經在找到嗎 有有有現在我們都一直 有老面孔嗎 沒有沒有沒有 都是 因為我們覺得就是 要符合今年聯盟的一個slogan 想不到吧 想不到吧你說謊這樣子嗎 我們不會找那些 就是以前看過的啦 對啊 那張陽對於這一場 你覺得有什麼好的一個建議 其實我一直以為我們這期節目要錄另外一個主題 我想要的主題是帥到分手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上週T1來講 最讓球迷討論度最高的消息 就是 Michael Orson教練跟 菲克被thank you了嘛 對 Michael Orson教練是雲豹教練嘛 然後球隊是四連勝當中 四連勝的教練戰績第二名 快要快要超過第一名 想不到吧 被thank you想不到 想不到 有人想得到嗎 不可能啦 對啊 正常邏輯來想都覺得說 而且等一下carstens要來了嘛 對 覺得說一個外籍教練他跟carstens的溝通 用英文來講應該 可以比較親切感 對最直接他應該會比較有這個說服力 對 結果想不到 Orson教練被thank you了 對上週這個新聞出來真的是有驚訝到 有啊有啊有 真的因為 這個新聞一出來的時候 我就很緊張 我把他打問老闆說 我現在二連敗 那會不會四連敗之後 換我被thank you 沒有他是四連勝 所以你要先四連勝 然後又走 才可以離開 對對對 了解了解 原來是我自己想太多了 對想太多了想太多了 你要先四連勝 好 這確實是一個 蠻震撼的消息 菲哥你有想法嗎 就是針對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這裡也沒有雲豹教練嘛 不是 連勝改變陣容還是我第一次遇到 對 那當然他可能是有一些內部的一些做法 就像雲豹他對外跟大家說明這一點嘛 可能在防守上面 他們需要更 更好的一個體系 他們未來是會找了一個防守教練來 因為我突然就想到是有防守教練 那台灣防守著稱的教練 Coach Roman 這個就 哈哈哈哈 是是 我們先回到比賽裡面 現在又有流量了這個 對對對 我們先回到比賽的內容裡面 菲哥我還不能讓你回去 因為我還有第二個人還沒講 哪一個 飛克啊 飛克呢 剛好等下第二場就要提到 好 那我們下一場再見 對對對 沒有你還是 還是要講比賽的內容啦 對 比賽的內容 對你對於這個 其實我覺得 就是籃板球差太多了 而且可以觀察到就是 海神其實兩場比賽都在第一節就得很多分 對 這場得32分嘛 然後下一場我記得是第一節就得39分 所以說他們其實在賽前的這個策略就制定很明確 而且他們也知道說對方弱點還在哪邊 庫薩斯其實很明顯就是 戴哥這個第一節就 守他就是蠻困難的嘛 對 那海神隊其實又有很好的一個三分球的攻勢 很多射手 所以 他們基本上在對上戰神這樣比賽 他們是首節奠定領先之後就越拉越開 然後就再也沒有回頭 所以我覺得海神在這個一個月啦 就是他們一開始經歷了連敗之後 然後他們在這一段的時間當中 其實我覺得他們調整得非常 就代表說他們球隊其實除了有好的外援之外 他們本身的比如像龍茂 還有文汝還有冠婷這些人 其實他們現在已經在球場上 包括小林 他們在球場上他們已經慢慢知道 教練要求的是什麼東西 那當然可能會出現一些亂流或是狀況不好的狀況 但是他們還是可以馬上可以通過球場上一些溝通 很快的根本不需要教練喊站定 他們就想像可以開始解決問題 對我們在看這場比賽 我也想問一下張揚 這兩隊都有起兵 都有起兵 像海神有邱子軒 然後戰神這邊有曹勳翔 那在你的看法來講 他們是不是值得有更多上場的時間的機會 我記得他們都是二年級生嘛 他們算是同一梯的 那海神方面我記得是余幻亞受傷 阿亞好像他打到第二節吧受傷 所以這當然也釋放給邱子軒更多機會 我最佩服的邱子軒的地方 就是他真的是很有信心 因為我記得之前有場比賽 他是中場投一個壓哨球 肉包 然後結果那場比賽第四節最後決殺 靠邱子軒 我覺得這個球員真的厲害 是很有信心 那球迷 也給他一個綽號叫做秋生萬 這個 秋生萬 所以看起來球迷對他的期待度 應該也是都蠻高的 天之膠質 對 像戰神的話 像所有的一個進攻 本土球員來講 所有的得分的主力 都是在秉勝跟薰香身上 那最近的小台跟耕玉 到底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當然現在我接了代理總教練之後 有些球權的輪轉上面 可能他們會開始獲得比較多的一些 出手的機會 包括上場時間 這個禮拜其實我們在練球的時候 已經在討論這個問題說 他們當然一直對我呆哥不好意思 就是一直出手 但是我說只要空檔出來 而且是合理的話 你們投不清 那都只是一個命中率 但是你每一次出手 你還是要保持著信心 所以我覺得這個只是一場比賽 可能或許他們會命中率比較低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 給他們持續的一個 自信心然後去支持他們 回來看Michael是因為他之前 只是有受傷的狀況在 那當然我們可能 持續要再保護他 而且他的上場時間慢慢的也會 需要有些 慢慢再增加 戴哥我問題 打斷你一下 可以嗎 這個籃板球差了快40嘛 籃板球是26比64 那這數字當然是有點驚人了 那你有沒有想說 你們本土的內線啊 大個子有沒有誰可以用一下 像孫思瑤呢 像思瑤說 慢慢他也開始有一些上場時間 所以他也要能夠去把握住 然後去證明自己在這個上場上面 是可以使用的而不是說只有 跟哥哥在一起打球的時候 才能夠展現他的價值 當然我們也希望我們球隊 每個人都能夠變成跟哥哥一樣好 上場時間給你的 那你就要開始去證明自己 那如果接下來再沒辦法證明自己的話 那可能就 我只能拍誰囉 拍誰囉 這已經算釋放警訊了是不是 你也沒有警訊啦 我覺得這個是 你身為一個職業球員的時候 你知道 教練把你放上去的時候 教練是希望你能貢獻你 在球網上你最 專業的那個地方 如果假如說我 我叫你現在去 去搶籃板球 結果你上次上去一直投三分球 那這樣也不對啊 對啊 開錄前那個張有提到嘛 嗯 就是說你現在只有兩個老外 那你接下來你要怎麼去應對 趕快去再找 再找多年老會 所以這禮拜趕快找 然後趕快登對這樣子 對對對 就第一個嘛 就是老外人傷兵的問題 我們要想辦法解決嘛 第二個是本土他在 出手的信心上面 再來就可能 剛才張安也有講到 就是說像麥可 秉勝他們在這一場 總況其實已經都非常好 那是不是可以再獲得更多的上演時間 這個都是我們在這個禮拜 可以去調整的一個 一個地方 對了解 好那我們就持續的觀察 好不好看戰神在 這禮拜 他的主場 兩場賽事是不是就如同那個 呆總 他所說的這樣 讓他們可以想辦法在主場 再拿下兩場勝利 對 絕對可以 那接下來就是在第二場 好不好 因為上一週比較特別 然後比完賽隔天投票 對 休息一天 然後接下來就是特攻對上海神 哇這一場也是特別的好看 從一開始海神把分差拉開以後 但打到第四節 第四節特攻一度 還追到剩一顆球 的一個差距 那首節海神就下棋超級的三分魚嘛 他三分球頭10中6 單節砍下39分 那第一節那個特攻的手感就比較冰冷 然後得到15分 那首節就落後了24分 我本來看了這場球本來想說應該差不多了 對 應該差不多了 然後就在光哥的技術犯規的帶領之下 對 是是是 有時候只有這個可能要總教練來講 有時候那個技術犯規是刻意要的 其實不是說一定要刻意要是說 有時候他們真的太順的時候 就是你要去技術犯規 然後去拐一下那個魁 就擾亂他一下 對 就擾亂一下 至少在那個時間上面 他們至少會延長 就是會把那個中間 把他起始給中斷 但是我覺得這個也要那個球員夠挺你 如果你球員不夠挺你的話 你喊一個技術犯規之後 就分岔越拉越拉 更亂 所以我覺得中信的球員真的是很挺光哥 這一場比賽 也想請教一下張揚 那他們有開箱了 特攻他開箱了一個新的揚將 泰龍 泰龍 我還是先緬懷一下菲克 因為真的以中信來講 這個聯盟第一戰績 然後菲克個人的表現也是不錯的 我以為查了一下 菲克的這個三分球 確實是不太行 我記得他是只有投進四球 一個整個賽季有23投4中 這非常非常低的一個三分球命中率 他剛開始加入到聯盟的時候 也有很多女球迷就特別關注菲克 因為長得帥嘛 然後球技也好 那這現在看起來跟中信的配合也不錯 所以我覺得中信把它割捨掉 確實也是覺得很可惜啦 看起來他們找這個泰龍 第一場的開箱 數據很全面 得到二十幾分嘛 然後各項數據都有 然後教練 跟光哥也有稱讚他的這個個人能力嘛 然後相當出色 但是就是目前因為這畢竟只是第一場 所以跟球隊的配合看起來還需要一些時間 所以尤其上半場看起來 一開始中信就落後比較多 那我看到這場比賽上半場中信最多落後到27分 不過那個我跟群哥想的一樣 是想說這比賽應該沒救了 對沒有懸念 這怎麼27分 但是結果看到第四節還有一度是 我記得還有超前一下子 對確實非常神奇啦 那我倒覺得海神後面是有點 倒是領先太多了 後面稍微有點鬆懈 導致分數被中信追上 對畢竟中信特攻他就是一個防守著稱的一個球隊 那可能在第一節遇到海神這一波的大亂流 他們可能沒有辦法找到好的節奏 再來就是新的羊將開箱 那跟平常在訓練的一個打法 到了這次比賽的打法 還是有一點點的卡卡的啦 對 但是其實我跟兩位比較不一樣的是說 看到第一節他們落後到二節分的時候 我其實沒有太多的意外是 中信他們會追回來 是因為他們原本就是靠防守起家 是 所以他們第一節可能他們也不知道說 海神他的一個外圍的命中率這麼的高 光跟那個接觸犯規之後 他們在加強他們的一個防守壓力之後 慢慢把這個十分給收復 本土有阿巴西 然後他們還有兩個 克里斯跟那個艾德 其實他們這兩個也真的非常的有經驗 所以分數最後來我真的覺得也並不太意外 新開箱的泰龍 雖然說表現沒有到像那個 那個飛克那麼的亮眼 可能是第一個就是外觀 你說你長相啊 我以為你說表現啦 我想說表現好像有蠻好的 我只是覺得可能中信 因為他們已經拿冠軍之後 他們 歐洲市場已經拓展開了 可能要拓展到亞馬里加市場去 所以我覺得他們 但我覺得他們可能也是要 試看看有沒有不一樣的一個火花戰 因為畢竟他們是要去 建造那個陣容是能夠多冠的 所以他們一定也在看說 不管海神啊 我們這裡啊 然後或者是雲豹 或是獵鷹 他們的陣型來講 是不是如果怎樣的 有不一樣的調配的話 對於他們今年的2連8來講 會有比較大的一個幫助 不過這一場中信特攻比較傷的是 阿巴西他泛滿畢業 對 那阿巴西這場比賽得分也不是特別多 那其實對阿巴西的個人得分 當然對中信來講 能不能贏球是有非常直接的一個影響 那我想講海神這裡第一節的三分球就有非常準 那特別想提林任宏 小林他在第一節一個人就投進了三顆三分球 原本射手余幻亞受傷之後的這個下一場比賽 那小林他的三分線是有一個很好的發揮 也幫助海神隊這前半段奠定足夠的領先勝機 那最後雖然是有點把錢花的比較多 但還好後面還是Brickman嘛 那帶領球隊去挺住 然後贏一下這場勝利這樣 我也想問問看戴哥 Brickman真的很難去防守住嘛 因為像他這一場堆到中信特攻 中信特攻是防守著稱的球隊 他還可以在這一場拿下大三元 對 能攻能守又能夠組織串聯所有球隊的攻勢 對於一個教練來講 你未來你會再遇到他 你要該怎麼樣去 第一個我覺得Brickman他在整個的一個 不管是自己組織 或者是在助攻給他的隊友身上 其實他真的他現在 我真的覺得他現在應該是 現在台灣來講最好的一個後衛 當然還好偉岸在 偉岸大家也可以其他的表情 但是我是覺得因為現在 不管是這一場的林任宏 或是三場對待我們的球直軒 他們在整個外圍的一個命中率 都提升的話 其實大大就會加大了 防守球隊的一個困難度 因為他不管你要怎麼內縮 他穿越外圍 他們都辦法把球投進的話 這個其實你就是會比較無解 第一個我們如果能夠 用比較大size的球員 去守到Brickman的話 可能在他的一個傳球路線上面 是會比較好 那第二個方式就是 你讓Brickman就是單守他 讓他自己去得分 讓他自己去做任何進攻finish 都沒有問題 只是消耗他的體力 然後斷掉他跟其他隊友之間的要線 對 因為我們都在討論到外圓 對 有沒有哪些本土 你覺得 我其實想講另外一個點是教練 那因為有蠻多教練 我在訪問教練的時候 他們有跟我講到 海神的組場特別難打 那特別難打 幾個原因當然就是海神他組場的氣氛 氛圍營造的相當好 再來教練都有跟我說 他們覺得 組場的哨音 都會就是 很明顯 他們覺得就是會對客場球隊比較不利 就對海神來講 那就像其實這樣比賽 光哥也有 也是這個爆發之後 其實終於後面追上 那群哥怎麼看 就是說 我想問你就說 海神到底他們 是這個組場優勢是很明顯嗎 還是說 就以聯盟來講 覺得 是這樣 比如說這樣的吹判的 這應該可以問 尺度都是都ok的嗎 其實我都在現場 比如說在現場看 通常都是落後的那一方 跟輸的那一方 常常就會跟我討論到 就是裁判的問題 那我想裁判也是 比賽中的一個環節 他們也是人 他有時候要輸太快的時候 在判斷上面 難免會有一些疏失 但確實有一些判決 我們有做一些檢討 那當然判不好的地方 我們就必須要持續的修正 但是你說有沒有組場上 我並不認為是在我們T1 是有發生過 ok 對 但是確實是整個氣氛上面來講 每一個組場都營造的非常好 尤其是他們的球迷 是 組場球隊在吶喊歡呼 甚至去鼓噪 我覺得這都會影響到客隊 他們的一些表現 對啊 那我是希望是說 當然剛才張也提的非常好啦 就是說球員一定要專注 如果把很多的問題 都放在裁判身上 我想他們在比賽的專注度 可能就是失去了 其實群哥我個人有一個問題 就是這場比賽的後面 第四節 如果我們有回放的話 我們可以看一下 第四節當時有一個關鍵play 是當時好像特攻的洋將 KK 他好像就是兩次運球 那個play 他如果沒有被吹二運的話呢 那中信極有可能在那時候就把比賽打回來 或甚至那場比賽就贏下來 那我覺得那個判決算是相當的關鍵 那我想問群哥就說 當然裁判的角度可能覺得說 欸這真的確實是二二運 或許在規則上也確實是二二運 但是因為我平常會轉播NBA嘛 大家也知道NBA就是一個商業聯盟 這個判決其實從某種角度來講 中信並沒有因此得利 那就是等於說 他也沒有獲得一個往進去切 或是上罰球線 或是有這種好的進攻的機會 那會不會像這種吹判 那是不是可以說就是 就裁判讓球員去決定比賽這樣子 昨天剛比完賽 今天其實我們就裁判也跟我開會 我也想要針對某一些的判決 然後聽聽看他們的想法 而且這是有回放的 那有沒有碰到球這很關鍵 再來就是那個球 發生在對方的教練的門前 也在裁判的眼前 如果這種判決如果沒有下哨的話 像你剛才所提到的 他如果他不是一個得利球 那就放過的話我想 這個後續的吹判會更難吹 那他們是看回放啦 是說 KUSAS是沒有碰到球 確實那個動作是連續動作 這蠻尷尬的 所以群哥你們就是隔天 就是馬上就有開會討論 像我們週日比完賽 週一我基本上就會跟賽務開會 那週二的裁判報告就會出來 針對球團提出來的 還有聯盟自己在登記的 還有臨場委員 弄的東西稍微看一下 對 那都提供給球團 但你說能不能從頭到尾都吹到百分之百 但也沒那麼容易 但是一致性要很重要 我想很多球團都跟我反應 就是說 怎麼上半場可以身體接觸 下半場不行 我覺得這要討論 對啊 這個是不斷的進步 是 搞到最後變成 反過來問 對 我再問過去 有了我就差點 是帶球迷去問 因為球迷討論 我都會看 當然 球迷現在討論度最高的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也是職業聯盟 必須要去面對的一個問題 當有越來越多球迷關注你的時候 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問題 提出來 他們不管是專業或不專業的 那身為聯盟方 或是包括我們球隊方 一定要想辦法去解決這樣子的問題 去面對這樣的問題 所以裁判也是有考核 也是有績效 然後當然這個對於他們未來 能不能再繼續的執法 也是非常關鍵 也是非常關鍵 群哥我可以再問個問題 可以 群哥現在是T1的秘書長 是 現在有一個就是表弟他來台灣 Custens他要來台灣 但是呢 就是雲豹這裡幫他辦了一個介面會 這個介面會發新聞稿 說有介面會喔 大家可以來參加 可以買入場券 但是呢 這個介面會的門票啊 高達2萬元 這個大家看都想說 你這個誰花2萬塊去買這個 介面會的門票 你是盤子嗎 這盤子大到大象都裝不下 50名的這個入場 這2萬塊 對 我當下我也是看到這個 跟就是他們的那個 介面餐會 的一個訊息 對我也看到這個2萬塊的數字啊 不管限量多少人啊 那他有一些什麼提供的一些商品 我想這都是球團他想要營造出來的一個行銷 就聯盟來講他沒有跟聯盟討論嗎 對各球團他可以自己去設定他們的活動 這個是不需要是聯盟來去認同還是允許 對 那因為聯盟的角色當然就是賽務行銷 這些東西 那這個2萬塊當然 那我想請問群哥這可以問嗎 你個人的想法是什麼 我喜歡的球星不是這一位 OKOK 就拿Iverson之類的 對就會變 如果是 如果是對 比如說Iverson Iverson那時候也蠻盤的 對 他如果出了一些價格 那每一個人都有喜歡的對象 對沒錯 所以 是2萬塊算便宜吧 可是有球迷就說 當初獨安Howard來的時候 去夜市就可以遇到獨安Howard 他也是 夜市我不用花錢 不用擔心他他也在桃園啊 搞不好在那邊也遇到 他可能不會去吧 我在想他應該不會去夜市 對他來之前好像說 就不會像 Howard那樣 去做一些活動 對對對 他想要專注的去做比賽 所以球迷就說 那個Howard跟Cousins 當然Howard比較大排嘛 對 那我去夜市我逛夜市 我不用花錢 我就可以遇到Howard 可以跟他合照 他很親民 我今天看表弟我還要花2萬塊 所以這樣你會 花這個價格去 有時候就是貧窮限制的 我們想像 我會 我會申請採訪證去啦 對 你好像不需要這個 對 採訪證 價值2萬塊的採訪證 大哥你會嗎 我們1月份也沒有達到 對對對 唯一他來的這幾場賽事 在1月份 沒有台新 對啊沒有台新 就比較可惜一點 對沒有台新 這可能要等到之後 我看到也會不會再續約 續約會嗎 會嗎 群哥你覺得 因為他目前就是限定市場 他等於說有點 他來的消息 等於提前被爆出來 爆雷就爆出來了 那就 球迷就開始討論說 他就是一個月一個月簽 對 然後國外的這個 我覺得Norowski 就是知名的NBA記者 就講說 他就是簽短約 然後簽10天 他是寫10天 但是就是市場這樣子 原則上他就是一個月一個月簽 他沒有所謂的什麼 就是你說的什麼市場球 還是 月天 對他就是月簽 外緣就是這樣子 來適合就繼續 但只是他的那個時間比較短 我第一次碰到月簽的 對對對 我跟大家都一樣 我們都是計簽嘛 不是一計一計 或三個月三個月三個月 然後測試啊 10天測試什麼 等等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這職業聯賽 越來越蓬勃發展的 各式各樣的簽約的模式 也會慢慢出現 所以我覺得 不管是聯盟方 或是我們這邊球隊方 其實你慢慢 跟這些外緣在接觸的時候 就是真的也可能要跳脫 以前的一些想法 戴哥那你們現在也缺洋將了 我的意思就是有沒有想說 所以你剛才講說 問我兩萬塊值不值得 我覺得要是我的話 我可能花兩萬塊進去 然後在那邊舉牌子 說我是台信的總教練許浩誠 有沒有興趣來加入我們球隊 瞎講啊 真的啊 說不定我這樣子這個 他說兩萬美金他都不打 我可以秀出我跟他弟弟的合照 你看他什麼 你這裡有姻友嗎 表弟的弟弟 表弟的弟弟 他有多少個弟弟你知道嗎 真的 他弟弟是 他弟弟之前我在夢翔家的時候 有指教過 哦 對對對好像有 表哥的弟弟 有來指教過 怎麼樣他 那時候 就真的是表弟的弟弟 就弟弟啊 對啊 就是弟弟啊 肯定不會有哥哥好啦 對啊 然後就是 樣子是很像 可是打法上面真的 看到了 看到了 知道了 不過這真的是蠻值得宣傳一件事情 比如說 我們台灣去年有魔獸來 然後其實也不管是國內市場 或是整個國際上的這個籃球的能見度知名度 都有很大的明顯提升嘛 那現在Customs又來 如果去年魔獸沒有來的話 今年勢必也不會有Customs來嘛 對 我覺得這都是好事 對啊 可以讓台灣的環境 這些球迷 都可以看一下 就是這些頂尖的球星 來到台灣他們的表現 我覺得這也蠻不錯 對沒錯 那今天真的很開心 邀請到兩位 然後我們在 在現場這邊 然後去回顧上週的兩場比賽 那本週還是有 兩個主場的賽事 那也歡迎所有的球迷都可以 進場支持我們T1的一個賽事 重要的是 Customs要來了 這一週 這一週雲豹的主場 他就會亮相 那請大家就是 持續的關注我們T1 節目結束之前 提醒大家 別忘了給我們五星好評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歡迎大家追蹤 藍人543的IG 和我們一起暢談籃球 我是王志群 我是許皓成 我是感冒當中的張揚 藍人543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假的 還有我們請來 請開啟公正 請推薦 我們下期在 個人發揚 我們下期再見 感谢观看